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给大家分享以退隐明星银霞的故事 去年5月银霞一个人孤单地度过了自己62岁的生日 没有亲朋好友前来祝贺 最后只有他一个人在家吃泡面度过 本来想去超市买些牛肉 但由于疫情原因物资紧缺 很多食材都买不到 如此凄惨地过生日 让知道该消息的粉丝都心疼不已 其实退隐娱乐圈后他便是一直独居的 由于没有结婚也无儿无女 晚年过得比较凄惨 而随着疫情的爆发 一直租房居住的他还遇到了另一个困难 因为房东想要涨房租 所以他决定搬家 这让他又多了一个要找房子的烦恼 近来夜夜失眠 每天睡不到四小时 想哭哭不出来 据媒体报道 他近年来身体状况不佳 姐姐珍珍曾透露他有肝功能问题 甲状腺方面曾开过刀 到荣总医院检查后还是有抑状 不过他不让别人说他生病 否则就认为在诅咒他 之后有记者通过电话向他本人核实实情 他低调证实 罹患的是甲状腺乳秃癌 现在病情已在掌控内 原本打算去美国持续做治疗 只是身体状态太过虚弱 走过市场还差点昏倒 实在没体力搭飞机 计划只能暂缓 没过多久 有则网络新闻影片标题耸动称 银霞恼死 该网站以机器人生旁白方式煞有其事地说 银霞抗癌无效变成植物人 心脏停止两次 真真爆哭 影片使用一位病人躺在病床的照片 说是银霞 一时间引来粉丝关注 银霞得知消息后 接受了媒体的电话访问 她看完视频后又好气又好笑 而且高情商自嘲 我又复活了 病床上根本不是我呀 怪不得过去一星期老昏沉想睡觉 原来是被诅咒 而银霞则气到气窍生烟 怒斥缺德 2008年 银霞的母亲被爆出因医疗疏忽耽病情而过世 银霞为母亲打医疗官司 让误诊的医院被审判赔偿88万元 然而上天似乎和她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让她重新经历了一遍母亲的遭遇 2020年5月 60岁的她发声明控诉主导医生 痛斥其疏于职守 导致自己癌细胞扩散的罪行 透露6年前 自己因为身体不适去医院就诊 当时在手术前签署了手术同意书 上面明文记载 在进行微创手术时 要进行气泡组织冷冻切片 一旦发现是恶性肿瘤时 即改成开腹式癌症手术 将恶性肿瘤完整取出 然而当时主导的医生 却违反了双方的约定 没做气泡组织冷冻切片 还又将卵巢癌误判成 良性巧克力囊肿 并贸然为她进行了微创手术 导致在腹腔内切除肿瘤时 造成血水四溢 致使恶性肿瘤 没能完整取出 癌细胞扩散 几经病痛折磨之后 她于2017年5月转院治疗 在过去五年多的时间里 她做了一次又一次手术 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化疗 看病所带来的后遗症 让她痛苦不堪 除此之外 还要面对未知的恐惧 随时担心癌症复发 一度罹患忧郁症 求助心理医生 最让她无法接受的是 主刀医生对于自己工作疏忽 而造成的伤害竟丝毫没有歉意 还冷血地推卸责任 令她忍无可忍 一举将其告上法庭 去年8月她发声明讲述原委 透露官司发回重审 感谢台湾高院法官明察秋毫 坦言 过去自己扛着虚弱的身体抗癌 同时还要和医院的陈医生打官司 诉讼过程万般无奈 当初因医生没有依照约定手术 事后又推卸责任和狡辩 让她非常绝望 此前多次诉讼败诉 如今官司发回重审 让她欣喜又难过地说 一个错误的手术是会毁人的一生命运的 过去这些年 四个字形容苦不堪言 由于体质虚弱 她也没办法打疫苗 状况让人担忧 虽然案件迎来重审 但她的情况却并不乐观 身体非常不稳定 需要定期赴医院检查 体力骤降 腰椎 手腕 时不时出现疼痛 前段时间在家看电视 她不小心在沙发上睡着 醒来全身无力不慎扭伤 现在一只脚肿得跟猪头一样 走路也会跛脚 独居淡水的她 多年来历经数十次化疗 癌症尚未康复 但她身体状况不佳 无力再承受化疗痛楚 亦停止化疗 还在社交账号中写下 陈启安医师诉讼前后 出现久然不同的癌症诊断治疗说辞 所谓狡辩不可相信 不少网民都曾与医院打医疗纠纷官司 纷纷私讯鼓励她 以辖原名张嘉欣 1959年出生于金人世家 祖父是中华民国骑兵学校中将校长张宏春 父亲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张佩玲上校 曾任中华民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 母亲张凤年轻时是名演员 姐姐是台湾六七十年代著名的影星珍珍 主演过《天之娇女》 《新娘与我》等经典影片 前夫是谢贤 后又嫁给台湾音乐教父刘家昌 早年她在美国留学长大 直到17岁时才回到台湾 曾在台北美国学校就读 便于旧金山天主教高中 念旧金山马林大学 在姐姐和姐夫的帮助下 她首发专辑 修师翩翩开始进入演艺圈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台湾演艺圈流行艺名 刘家昌给她起的艺名叫银侠 期待她有朝一日能超越林青侠 不负众望的她先后推出《蜗牛与黄梨》 《那一年我17岁》 《兰花草》等校园民谣 这些歌曲被广为传唱 刘文正 费玉青 朱晓琳等人都翻唱过 人气不输当时台湾的 著名校园民谣歌手蔡琴 除此之外 她还发扬唱而忧择演的传统 转而进入影视圈 主演首部电影《你那好冷小手》 凭借自己甜美歌喉及青春形象 一下子成为了当时的宅男女神 之后又出演了《疯狂世界》 《云知道你是谁》等影视剧 都获得了不俗的反响 后来她还曾在香港发展 进军主持界 与肥杰沈殿侠及曾志伟 一起主持节目 访问过周润发 成龙 刘德华等巨星 影响力不容小觑 在演艺圈如日中天的她 会顾起当年最难忘的事 竟然是为了体育节目 禁运大官访问当时 担任行政院严考会主委的马英九 当时为了配合马主委晨跑时间 她半夜三点起床化妆 五点就抵达现场等待 然而就在演艺事业的巅峰时期 她却淡出演艺圈 几乎不再露面 值得一提的是 出道至今 她零绯闻 也零负贫 非常洁身自爱 是出了名的校女 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 吸引后 全心全力照顾母亲 弑母至孝 母亲是她精神上 和生活中最大依靠 也是演艺事业上 给她最多帮助的人 但2008年 母亲因被台北市洪恩综合医院 王丰明医师的医疗疏失耽误病情过世 她因过度悲伤及思念母亲而患忧郁症 曾有影迷曾看见她神情落寞 独自出现在洛杉矢墓园 母亲不幸逝世 是她一辈子的伤痛 也是一生的遗憾 现在她仍在自己的出租屋内摆放着母亲生前的衣帽及字画 不时堵物私人 可见她对母亲无尽的怀念 当记者问到始终单身为家人 是否感到遗憾时 她表示 我在圈内没有谈过恋爱 圈外当然有 相亲饭吃了不少 也被介绍过有头有脸的人物 据悉 曾有洛杉矢医生热烈追求她 但两人只是好朋友 她的生活一直以家人为重 还感慨道 如果我妈妈还活着 我人生没有结婚 没有小孩 我一点都不遗憾 人最大的力量来自于亲人 只要妈妈在 我怎样都甘之如意 她生命中第一顺位是家人 姐姐珍珍近年来也过得并不如意 和刘家畅在离婚的时候 闹得不欢而散 公开互私成为仇敌 不如古希之念的她 这些年一直备受血压的影响 去年二月在玩手机的时候 突然感到头晕目眩 失去平衡后 衰落在梳妆台上 脸部撞击在椅子上 导致半张脸欲轻 很是难看 起初不服老的她 对此并没有多少在意 本以为是皮外伤 后来去看医生的时候 专科医生觉得此事不可小觑 便让其做盒子共振 检测结果显示 她的脑部有积水 并且有流血情况 对于高龄人群来说 这种问题很是紧急 于是她便转至脑神经外科 专科医生经过诊断 当即要求立即入院做手术 好在经过医院手术危机化解有惊无险 入院十天后便出院了 当时手术从头部开到后脑勺 伤口范围很大 不过医生医术精湛化险为夷 而当大众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已经是事发的两个月后了 至于为什么没有对外宣称此事 她表示 当时在疫情期间 不希望大家担心 所以只安排儿子在身边照顾 如今 银霞虽然已淡出百姓视野 但她演唱的兰花草 蜗牛与黄鲤鸟 却是无数人记忆中的经典 永远值得世人怀念 期待她有朝一日能复出 给观众带来不同反响的作品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哦